Hello大家好,这里是徐有奇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Bright小布 刚刚跑了一趟苹果专卖店,然后在苹果买了一个iPhone 12 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做一个开箱,看看iPhone 12里面究竟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那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目前如果是澳洲地区的话 那因为受疫情的影响,所有的iPhone的专卖店 如果想去的话呢,必须要提前预约 不然的话应该就没有机会能进去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买iPhone的电子产品的话 去苹果专卖店预约一下,这样的话更方便一点 也更保靠一点吧 那看过视频之余呢,希望您能够帮我视频点个赞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订阅一下我的频道,谢谢你们 最外面就是一个苹果专卖店的一个环保纸袋 我们把它打开之后里面就只有一个电话 这是我今天刚刚买的一个iPhone 12 iPhone 12这个包装盒很小啊,我不知道Pro的会不会大一点 然后所有的信息其实都在这里 这里iPhone 12,然后是一个绿色的128G 我对电话的要求不是很高啊 我平时的话也不打游戏 只要能用微信用打电话就可以 所以iPhone 12 128G的我觉得我自己就够用了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是喜欢摄影或者是喜欢玩戏的朋友 你们就可以买更好的那种iPhone Pro或者是256G的 打开之后里面就是一个电话啊 我们刚开始看到的就是一个电话 这是一个绿色的电话 还有其他颜色 但是我去Apple的装卖店看了 颜色跟网上的颜色有色差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的时候 最好是先去实体店看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颜色相比来讲的话 我觉得色差会小一点 看上去不错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 打开之后里面就是一个主机 薄厚度的话跟之前的iPhone 11差不多 这次的iPhone 12没有充电器 所以它只带了一个充电线 这一边是Type-C的接口 另外这一边就是插手机的 我也问了一下 如果想要充电器的话 就必须额外购买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是不想买充电器的话 这边可以接自己家里的MacBook 或者是苹果电脑 都可以随时充电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它实际的尺寸是什么样的 我刚才量了一下长 长度的话大约是14.7厘米 宽度的话大约是7.2厘米左右 然后它的厚度 然后它的厚度 7.3厘米 除了电话和它的充电线之外 就只有这一个PIN了 这个是用来开SIM卡的卡槽的 后面还有一个iPhone的贴纸 那这个尺寸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平时的话 其实也比较容易方便携带 那如果是各位是游戏迷的话 或者有什么其他特殊的需要的话 可能是Max 那个尺寸会更好一点 但是我平时从来都不打游戏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iPhone 12 128G的内存 零售价是1429澳币 那其他型号的价格 我也会放在视频里面 供大家参考一下 而且目前的话 今天是11月13号 那我刚才问的销售 如果是想要iPhone 12 mini的话 目前还没有货 那如果是想要Pro的话 会有少量的现货 目前现货最多的 其实就是iPhone 12 在这里面先跟大家道个歉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技术型的达人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 对科技这种东西 基本上算是一窍不通 所以可能今天的视频 真的是有点水 太专业的东西 我也讲出来 不像是讲手表 讲手表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这个电话 侧面我听说好像是铝制的外壳 侧面是一个磨砂的 背面是一个亮的 现在不敢离太近 因为这个电话 跟我现在录视频的电话 放在一起接近的时候 他们两个会出现提示 好像说要相互交换信息什么的 这个好像我等一下研究研究再看 究竟是什么回事 好 那今天的iPhone12的开箱分享视频 就先到这里 这里是须有期表 我是表演小布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 Translators 谢谢大家 Yes gin możemy